近年很多人买光碟机 特别是要影又要音的用家 可能都会谈计买一部宇宙盘 Universal Player 而一部宇宙盘要播个漂亮的画面容易 但要与一部高级两声道的机 比较又不失礼 选择就真是 你数一下有多少部可以选择 Manetta UDP-900 正正就是这个很小的市场里面 极少数的选择之一 对,相信你都应该看过艾域 或者其他reviewer 就这部机拍的测试片 这么多人说过 还有什么是你还没看的? 今集我只是与大家做一件事 就是当它是一部纯两声道的SACD CD 播放机 去看这部两万多元的宇宙盘 用它的平衡输出去听歌 去玩Hi-Fi 究竟它做得到什么? 它的读碟速度 它的光盘运作的噪音 然后拆机再看用料 听起它究竟是什么声 有什么强项弱项 看完这一集 我相信你们会更全面了解这部 市场焦点的高尾宇宙盘 记得给点赞或者考虑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有新片时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这部机器的功能非常多 又影又音 至于开箱和基本的东西就不重复 立即入正题和大家试试 插入机器中和大家看看机芯 究竟有些什么是就着两声道而进行升级 首先模仪两声道的部分 解码的晶片由UDP-800的Burban PCM1795两块 就转成了ESS的ES90300 Pro一块来做两声道 另外再加100MHz TCXO的温度 补偿精震时钟 提供一个更低的数码时机失真讯号 给晶片运作 全对称平衡的模仪放大线路 亦用上ERR的电容 Witmark薄膜电容 另外7.1模仪RCA输出的那块线路板 也有另外独立一块 ESS的ES90200 Pro来做解码 电源方面有两份 一份有两级数码雷波的 Switching Power Supply 另外一份有独立金属屏蔽的 60W 无仰顺和靓环牛 环牛有金属屏蔽 整份供电再加一个金属屏蔽 转盘独立有金属屏蔽 转盘底用金属种柱浮起 再加阻离装置 即是有个弹弓 机箱再加支架加固 外内亦是双重机箱设计 包括机底亦是厚身的双重机壳 令整部机的重量达到15.5公斤 大家可能会想 加这么多金属屏蔽干什么呢? 其实无论是外来干扰 或者是机内的商户干扰 这些金属屏蔽层都可以阻隔干扰 特别是对于一部宇宙盘来说 因为里面有Video Chipset 的处理 高频干扰 比起纯两声道纯Audio 的产品还要多些 所以更加好的机内屏蔽 对声音的帮助更加明显 那就看看SPEC 两声道 RCA 输出信噪比大于120dB Balance 可以大于130dB 而无疑输出的增益方面 RCA 输出是2.1V Balance 输出是4.2V 稍为比标准高一点 由于它有音量控制 所以大家如果想把它直接接拨 有缘喇叭或后级的话 其实都可以做到 不过后级或有缘喇叭的输入灵敏度 如果可以调校的话 就要调校得高一点 就要调校了 循例啦,光碟机 我又想看它读碟的时间 以及它读碟的吵音 麥克風放在G旁边 正路你控制耳朵 才是差不多的声音 我的麥克風放在机旁边 所以才会这么清楚 好了,接下来一支SACD 就来了 哇,厉害! 快到爆 桂架其实也算安静 对吧?算安静 很快,看到吗? 这些就是速度,这些就是做事 好,现在就跟大家调一下 这部Magnetta UDP-900 所以今天这一部分 我就跟大家录实看碟了 又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 因为可以逐一支碟 跟大家介绍一下才播放 加配器材都尽量漂亮 光碟机一部UDP-900 接着接隔音机 日本Soul Note A3 超级合影机 这部机有十多万 接隔音声器是B&W 805D 4 色力场 好,第一支播放是鲍耳症的CD Conference Zone 喜欢听着时吉他的 应该不会失望 这支是MQA CD和HQ CD 不过Magnetta 不支援MQA 《Rekord Explorer》 里面有几瘦我都几喜欢的歌 还有少少参与制作 不过这支这支歌现在就没得买了 但我相信有想买的朋友都买了 这支是SACD 不可再偷懷你 我们太过勇会被你发现 即使白云你 仍会逐近你 但你不惜真心真意对待 竟令我再感到意外 如果今天将写去眼前的一切 城底清风浪就也不及 Still, it's uncomfortable in me Need I say that my love's misspent Missbill in your lives tonight 另一张我有关小小事的碟 前几年做过的展览会 香港影音博览 其流动音响展出的音响罗盘 这一张是2018年 总共出了四张 这支SACD 真的是经典 是单层SACD 我当时不知听谁说 单层SACD 比较漂亮 然后很坚持 一定要出单层SACD 结果 不是太多人要 因为现在没太多人有SACD 反而CD 多人要 但实际上是SACD 比较漂亮 所以今天就有一部SACD 播放一只SACD 可以播放的单层SACD 我刚才想找到一只 2004年原音精选 即是第一集原音精选 SACD 但是我发现 我发现 我没见过那张 开了 但我只剩下一张 New old stock 还未开 没理由拆开 先收拆开 我找了一只 初发烧时很喜欢听的SACD 就是FIM SACD 精选 这支碟 都有20年以上 不知道还能播放吗? Nosava nessava Nos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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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ن 18 com 作为一部光碟机 大家想到重型设计、稳定机身、良好的屏蔽、低干扰的供电 再加上差不多的用料 已经是一部光碟播放机或一部纯解码 可以做到不错表现的基本条件 而它的声音分析力非常高、细致很丰富、动态也很强 当然分析力高、动态强也是ESS晶片的特色 再受惠比较准确的主持终生产器 高频去得尽是不生硬 靓供电之下声音表现也很立体 它的声场是3D、立体的声场 而不是2D、平面的声场 听一些管弦乐、听一些现场着善乐的时候 就更加感受到这种3D感 就和制作没那么细心的Universal Player比 你就会见到高低之分别 在音色平衡度方面 走的路线亦是预计中的通清、鲜明和山满 能量感亦强的 是衰直的声音 没什么修饰、没什么教声的声音 这一点对于一家不是做开2声度的厂来说 亦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好了,赞了几样东西了,讲一点不足 声音是走通清路线的 所以可以加上中音厚润的线 出来的听感就会更加好 另外这部机 唯一我觉得有些不足的地方 就是这部机的Tray 这个Tray 它仍然是胶製的 摸上去就不够Premium 的感觉 如果Tray 是金属製的 整部机的高级感会更加好 近这几年4K 宇宙盘的选择 虽然都有,有几千元开始到现在两万多元都有 但选择的确没有以前那麽多 但不多还不多 例如今次实试的UDP-98 功能依然是非常强劲的 你要用到的亦有齐 它们都支援到不同档案格式 或者光碟格式的重播能力 例如MKV 档案都能播出 如果大家需要它播得更厉害 那就买加强版 另外光碟、SACD 甚至是DVD Audio 都一样可以播出 可能今时今日 很多人都在用串流平台看东西 听东西 硬件用一些机顶盒 甚至一些不知什么盒 贵又贵玩, 便宜又便宜玩 各有各选择, 没问题 但对于想看最高画质、音质 看实体光碟的死眼派 同时要看到最高质素的画面 又要听到有一定水平的音质 又要是一部完成的宇宙盘 还要做USB 键 给你玩CAS 目前为止, 这部Mandata UDP-900 一定会起来的考虑之列 最近代理还有一个Trade-in 服务 大家有些旧机都可以拿去Trade-in 有Discount 所以想找一部有质素的宇宙盘 有补用, 新机 就可以在本篇说明栏里看看详情 看看对不对 好, 实试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本篇说明栏里 看看多少钱和在哪里实试 今天与大家以两声道方式 来实试Mandata 旗舰光碟宇宙盘 播放机 UDP-900 的实试报告 就到此为止 喜欢我们拍片, 请点赞我们 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旁边的小铃 有新片出, 你第一时间收通知 虽然玩音响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拆散些东西来玩 但一部制作有差不多 质素有差不多的Universal Player 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是我们发烧有的 不可或缺的产品 很多捧场者 除了今次介绍的Mandata 之外 还有很多品牌 都推出过很多漂亮的Universal Player 例如OPPO Pioneer 天龙 马兰士 Sony 安喬 甚至乎欧美的牌子都出了很多 Cary Audio Lessicon 在玩音响的历程中 又有哪一部Universal Player 是你不身难忘? 有没有美好回忆可以和大家分享? 不妨留言和大家说一下 下次再和大家介绍不同类型的 应该不会很多了 高性价比 高质素的Universal Player 光碟播放机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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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